首都杜哈市區 截比林次的摩天大樓充滿現代感 近年來新市鎮 公路和地鐵持續興建 都是為了辦好2022年 氏族賽的硬體建設 卡達當局開出氏族史上最高的2000億美元 折合台幣超過6兆預算 共規劃了8個場館 獨特外型展現被都因游牧民族 跟傳統漁船等在地文化元素 卡達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 資金雄厚 但去年六月以來 遭到沙烏地阿拉伯為首的鄰國斷交孤立 制裁與禁運措施對經濟影響很大 連建材取得都成問題 不過氏族相關建設仍然火力全開 當局不惜動用外匯存體 也協調海陸兩種進口管道 確保物資都到位 卡達氏族酬委會跟俄羅斯交接主辦全食 拍胸樸保證8座場館都能如期完工 部分在開賽前兩年就能落成 場館工程動用大批東南亞國家為主的外籍勞工 他們冒著夏天高達攝氏50度的酷熱工作 嚴苛環境每年造成數十名外勞 客死異鄉 屢遭國際人權團體關切 卡達當局向媒體短暫公開外勞宿舍區 撇清剝削虐待的指控 而面對質疑唯一的讓步是把最低工資 調漲到每個月166歐元 折合台幣只有5000多塊 卡達是位在波斯灣地區的小型王國 從南到北只有180公里 本國與外國人口加起來200多萬 向來不是體育強國 也從沒踢進過氏族賽 但主權基金卡達運動投資公司 卻是霸甲豪門足球隊巴林聖日爾曼的最大股東 不惜重金挖走頂級球星內瑪爾 讓球隊也成為宣傳國家體育外交的重要投資之一 過去15年來國家積極培育足坛新秀 每年招募百名年輕小將 進入政府蜘蛛的渴望學院訓練 希望在2022年氏族賽 繳出漂亮成績單 卡達向來熱衷主辦體育賽事 透過非政治的手段 打造宣傳國家形象 這在遭遇外交封鎖之後更為重要 2022氏族賽隔年 卡達還將主辦世界游泳錦標賽 積極外交突圍 記者 詩惠中莫道 有請看到